举个例,去年没有加价,今年最大,加了3% 以往都有很多古怪的东西 例如在2017年,回赠3% 回赠后,今年2018年,根据这个机制,加了3% 其实它已经成功地将票价增加了 所以每年市民看到,有很多不同的优惠政策 但最终由2010年到2018年,这8年间,票价加了接近3% 所以当我们问市民是否满意新的票价调整机制 答不满意和十分不满意的,加上是65% 相比于满意的只是25% 很清楚市民对于这个票价调整机制是相当不满意的 第二,港帖者一直不肯在百多亿的利润下不加价 所以每次都考落零幕 例如它现在有一个叫利润分享计划 利润分享计划,就是说 当它在不同的基本收入的钱 就分给市民去用 例如今年,它的基本利润是105亿 根据这个机制,它赚100到110亿 就分2亿,即是2% 那么这个做法,有没有人去满意呢? 不同意,或者觉得这个 所谓的2%的利润水平是否应该增加呢? 同意和十分同意要增加是57% 不同意是占32% 即是超过一半的市民都认为是应该增加这个利润 含有所谓的利润分享的水平 接着我想请李嘉豪谈谈谈谈谈谈的另外一部分 你好,我在工人进行党农村地区法庭主任李嘉豪 在今次的谈谈谈谈谈谈局 我也是问到市民到底政府作为港铁的大股东 他們是否應該買港鐵股份回來呢 我們看到在調查裏面有42%的市民是十分之同意 有22%的市民表現同意 即是超過了六成的市民是認同這個說法的 政府作為一個港鐵的單一股東是可以去決定到這個票價 就不會像現在這樣 只是用這個所謂的公式去欺騙市民 去自欺欺人這樣說這個是可價可價 另外在下一條也有問到市民 你認為哪一樣東西是可以切實去減輕車費的負擔 我們看到港鐵推出那堆的一壞計劃 例如第二層的折扣只得11%的市民 覺得可以減輕車費的負擔 有7%的市民覺得早晨折扣是可以減輕負擔 購買都會飛只有2% 購買全業通只有8% 可以看到其實直接去下條的車費 有72%的市民是會的 這一樣東西才可以幫到市民的 我們看到以這個東沖為例 其實現在的市民他們單程買一張飛出來 中環由東沖搭出來其實已經要25.5% 就算你說用8通是便宜一些22.4% 或者他們可以買全業通用六百多元 一個月無限大 但是其實對於住在東沖的居民來說 或者住在一些偏遠地區的居民來說 他們都是要付出一個很高昂的交通費 但是其實你說無論用任何的 他們說用全業通 或者一些很巧妙的折扣 其實都不實質地幫到他們 所以我們都要求他們 廣告是需要直接去下調這個票價 才可以直接幫助市民 好,麻煩你 那接著市民廣告會 他一直推出的所謂都會票 究竟有沒有人覺得有用 那我就主題說都會票 其實在我們調查裡面 有大概九成都沒有買到都會票 而當中只有十個百分比的受訪者 都會票 那這十個百分比裡面 我們再問他們 其實你們覺得都會票 現在四十天夠不夠呢 那其實我大概七成的受訪者都是表現不夠的 而他們心目中最理想的延長幾天 其實大部份有三十六個百分比都是說去六十天的 而有十八個百分比都是說要求增加到九十天的 而一百八十天有十四個百分比 那其實看得到 其實現在都會飛得四十成 四十天其實是不足以滿足到現有使用者的需求的 那其實我手上都有兩張都會票 其實不止兩張的 那為什麼我兩張都會票 不是因為做訪問而買 而是因為我根本是用不去的 所以現在還在這裡 為什麼這麼難用呢 其實現在四十天舉了一例 其實二月份有一個農曆新年 其實有假期不需要上班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都會飛四十天 就變了令到很多人想辦法 怎麼用那程去呢 其實我自己親身的例子就是說 其實你計算到超過十萬一程 那其實你已經可以省到錢了 但是問題就是在於 究竟四十程裏面有幾多個 超過十元以上的車程呢 除了過海和一些中長途的路線之外 其實你平時還要出街吃飯 就是你收工不是只在家裡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都會非對於現在 尤其是年輕人來說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吸引力是比較小的 而且你看到現在 有很多新興的上班公式 例如一些共享工作空間 其實共享工作空間 不是只在居一例 你不是固定地點 不是在茶灣就是茶灣 而是可以選擇居一例 他是有連鎖分店的 可能在銅鑼灣上班 也可以在觀塘上班 也可以在觀塘上班 其實這些都會票 對於一些年輕的上班族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幫助其實很小 正如剛剛李嘉豪先生所說 其實真正幫助市民 是應該減輕車費 還有可以在推出都會票的時候 可以延長他們的消用日子 到六十天 相信對於現有都會票的消用者 是一定的幫助 另外其實我們也問了 現在究竟都會票 覆蓋的車站 是否足夠 其實有六成的受訪者 是表示應該要增加多些 都會飛的覆蓋車站 舉個例子 其實去到大圍 其實大圍都越來越多的樓盤 也有新的項目 其實大圍都已經是一個 都會裡面的其中一部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都會票現在覆蓋 只是去到九龍塘 其實冬池線 我大部分的居民是沒有受惠 例如火炭 其實也是有很多港鐵物業的 現在也是沒有辦法受惠 另外也不單止是這樣 其實還有屯門 元朗天水圍的街坊 其實他們都是 現在你知道元朗 越來越多新樓盤 其實為什麼他們不能夠 享用這個都會飛的優惠呢 其實如果只要港鐵 可以擴展更多車站的時候 一個都會票 其實已經可以解決到 很多很多乘客的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港鐵 可以推出這些優惠呢 另外也相信 第一題 都會票 現在票價425元 即40日 但是問題就是 其實這個票價 不是今年加3.14% 而是可以加多過3.14% 舉個例子 其實今年都會票可以加到450元 460元 甚至500元都可以 也曾經試過 都會票價加幅 超過整體單程票價加幅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都會票 今年我們是非常強烈要求 要凍結票價 真正正正幫助到 加多的街坊 尤其是我們青衣 其實很多街坊 買都會飛的 這個真正正正正幫助到這些街坊 好 謝謝 簡單來說 今年宣佈了加價是3.14% 而它每程3%的車費回省 就不是今年 是由2017年宣佈到現在 而且只有6個月 即是在6個月之後 到2019年初 所有市民就會面對真正正正的加幅 其實它一直都在做小動作 就是加了之後 頭6個月它會有一些不同的優惠 包括第二程九折 現在百分之三的每一程 但最終其實票價一路受不上 到最後它只不過將這個加價 這個數字遊戲拖遲了半年發生 我們看回港鐵今年是破紀錄的 利用168億 而政府收了50億的利息 除了政府受益 就是一些高層 雖然今年港鐵事故頻深 但是董事局 我舉個例子 馬時亨的籌金由120萬 去到現在的170萬 多了是超過差不多四成 另外幾位高層 特別是負責那些斜務的 包括顏領名 許良和劉天成 在這麼多事故底下 這幾位人兄 與表現掛鉤的籌金 就不太明白為什麼全部都加的 升幅是由20萬到30萬 所以這些正正就是 當所有港鐵有嚴重的事故的時候 他就罰港鐵 但就不是罰這班高層的 他只不過將錢拿出來 是罰股東的錢 然後將舉個例子 今年有超過2千萬 就是拿出來做一個 票價的穩定做法 即是將一些錢 連同那2億的分項 加進去 包括那麽多種優惠 譬如汇程 不是 車費的3% 他那些不同的 譬如專線小巴的優惠 都會等等這些 就是將他的錢加進去 所以我們覺得 與其搞這麽多數字遊戲 其實港鐵要做的 第一 就是要凍結票價 第二 如果港鐵 政府認為它是一個 上市公司 沒有法子要求票價凍結的話 我們都說了很多年 其實港鐵 是絕對有條件 是可以將政府 持股量增加到 買了所有港鐵的股份 因為我們計算過 只要政府幾年的份額 利潤 其實已經可以買了 剩餘的不夠三成 現在政府控制港鐵 還有百分之二十三 剩下百分之二十三 只會在不同的持股人 都是公眾的持股人 所以 我們覺得 是時候政府 是要回應 港鐵 這個不公平的 指加不減 或者 可加可減 其實是可加不可減的 主要是调查者和记者和朋友的问题 刺卡忽减已经迟了很多 他们一直都没有入口 就算大家都在说不同意 但他们都不会影响 你们有其他方法和他们反映 我想最好的方法 治本的方法 都是要回购所有港铁的股份 因为这个唯一的藉口是封住政府和港铁管理层的八户 由于要和股东分红 所以不能够赚百多亿底下都一定要加价 因为这个就是最主要背后的原因 而政府一直在骗我们的检讨机制 大家都知道去年检讨完机制之后 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变过的 就是新的国 所以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政府不肯全面回购港铁 它唯一一件事 我觉得它一定有能力去做 就是将它自己收出来的钱 譬如去年为例50亿 就完全放下去一个叫做票价稳定基金 港铁加放之三 政府加了一些钱 将它50亿订了下去 那就稳定了票价 其实两个都是政府行为 所有港铁一毛钱 政府赚的股息 其实都是纳税人的钱 就不是真的赚什么做生意的钱 因为港铁的地 港铁的楼盘 港铁的专营权 都是市民的共同财产 就送给这间公司 政府作为大股东 它是责无旁贷 是要将这个 就是利用公帑 或者公共资源赚的钱 给公众 这个用它的钱 成立一个票价稳定基金 以及用它的钱 回购港铁 都是政府的行为 其实没有任何的难度 亦都根据香港的上市条例 任何公司大股东 只要提出一个合理的价格 就可以全民收购 这个是香港上市条例 和联交所里面 是绝对允许的 我看不到有任何的购义 我想问回 刚刚他说 就是你们说 都会票有九成天都不会用 还有提到 有些可能是原因 是因为时间太短 或者是一些覆盖施量不足 有没有说 在哪个位置 是最多人反映的原因 你听不见他最熟 因为我自己也是 都会比较少人家 但是 其实为什么这么少人用 其中一个 最麻烦的 就是这个图 就是 第一九成也没有人用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我月四十日里面用四十程 就是说一日一程 你还是要想 就要计算 就是每个月用完之后 你要计算 那个月有没有假期 有没有公司的那些 那些有薪假 放了没有 那然后 你想一大堆的考虑 然后 我平时下班 是否真的会直接回家 就是你想一大堆问题 你才会决定 买不买的时候 就是 他现在都会面对同一个问题 我今个月是没有买到会票 为什么今个月不买 因为你就要考虑一下 今个月 其实原来五月有两个价 然后 接下来又有端午节 其实四十日里面 要我用完 其实是有难度的 而我们每个月都会面对同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车程 真的低过十元 因为 为什么要低过十元 都这么多会票 是因为 40日里面 实际上太过 难用到40程度的时候 因为 举个来 你收工未必真的会搭地址 搭巴士 其实每天的生活出行模式都不同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是正正阻碍到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买都会票的原因 亦都是要 因为它实际上太过复杂 如果你六十日的时候 那市民考虑的东西要少了 就是举例六十日 搭四十程度 其实一点都不过分 因为它是举例你怎么搭 就算你无论多少假期都好 暑假也好 新年假也好 其实六十日都已经足以去 去应付到日常的出行 还有现在 年轻人的生活模式 那我们认为 其实增加到六十日 才是可以 令到增加更多人 扣买都会票的方法 其实都会票 不是优惠 而是促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 有使用你 甚至迫你 要在四十日内 搭四十程 做生意才会用这个方法 如果真的优惠 它为什么不是 将都会票 六十日或者九十日 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优惠 因为你帮别人 但现在四十日 四十程 其实是帮助它 即是说它更多 或者有利益 令到更多人 可能它要坐巴士 或者根本它没有需要 去坐港铁 算了 我买了四十日 都会票 我都尽量用它 其实是一个促销的手法 它很多的促销手法 就是早晨优惠 那些转成绿色小巴的优惠 那些都会票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促销的手法 不是如何优惠市民 真正优惠市民是冻结票价 或者甚至在百多亿的情况下 是要减票价 这些才是真正回归到所有的乘客和市民 现在所有这些 其实名字就是优惠 其实是促销手法 好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多谢各位